范威到底有多细 细节一在蜘蛛侠英雄远征中 小蜘蛛在托尼的飞船上亲手制作战衣 而他的动作形态都与钢铁侠十分神似 这一幕让哈皮看了都不禁愣了几秒 而到了与神秘客的大战时 小蜘蛛从天而降的姿态正对应了钢铁侠一中托尼的降落姿势 这也难怪两人会情同负责 细节二拥有洁疲的时间宝石 在复联三中奇异博士为了救重伤垂死的托尼 不得不召唤时间宝石交给灭霸 此时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博士还是灭霸 都只能捏住时间宝石周围的绿光 而无法真正将时间宝石拿在手中 甚至就连实力强大的古仪法师 都无法与时间宝石产生接触 由此可见时间宝石是无法被生命体触碰的 细节三在雷神一结尾时 洛基在即将掉落彩虹桥时对奥丁这样说道 而到了每句洛基时 在经历无数之后他也彻底醒来 最终洛基成为一代故事之神完成落幕 细节四在复连三结尾时 旺达拼尽全力阻拦灭霸 但最后却因为时间宝石的回溯 而导致旺达的失败 注意看此时他的额头是有伤疤的 到了复连四时 魔法大成的旺达找上灭霸单挑 此时他额头上的疤痕仍然清晰可见 不得不说漫威是真的行